我们看到政府呢正在沾沾自己说我们六月份的出口数字呢已经创了八个月的新高 可是如果你跟韩国比的话在1993年以前我们的台湾的出口是高于韩国 但自此之后这15年来我们现在是节节的败退 到了今年的六月份我们的出口呢居然只剩下人家的一半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国人的年平均所得上面 2005年也是一个黄金交叉点 在1997年当韩国碰到金融风暴的时候 台湾那个时候我们的年平均所得还有一万两千六百块 韩国只有七千四百块 但是到了2005年你就看到说韩国已经增加到了一千一万六千两百九十一 而台湾只有一万五千七百一十四 到了2006年台湾是一万六千一百一十一 而韩国已经到了一万九千七百二十二 到了2007年台湾是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五 而韩国是两万一千六百九十五 2008年因为我们看到韩国也碰到了所谓的金融海啸 币值大幅的贬值 在这个状况下面台湾是一万七千零八十三 而韩国还是有一万九千两百三十一 那明白 当然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赚的钱 每个人所得已经比韩国少了 现在台湾我们知道今年大学生 我们初来大学生一个人大概是两万三到两万四 韩国已经是四万五左右的起薪 双方面的这个差别越来越大 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过去呢他们是来学台湾的技术的 学台湾怎么发展工业的 现在我们变成人家的厂工 我们变成人家代工厂 我们已经变成了这些韩国大老板的 等于说什么叫代工者 对特别是在双低的产业部分 在电视面板跟手机的部分 台湾的厂商几乎都沦为中下游的代工厂 或者顶多是零组件的供应商 我们以手机产业为例 这个表格是Garner统计的 全世界的五大手机品牌的一个销长 这几年的一个Market Share 我们先看2007年 从这一个表来看 2007年全世界的第一大品牌是Nokia 再来是Moto 接下来第三名是Sensung 第四名是Sony Ericsson 第五名是LG 2007年的Market Share 其实是由大到小这样的排列 但是到了2009年 就是今年Q1最新的数字 Nokia还是全世界的龙头老大 但是Sensung已经排到全世界第二名了 它的Market Share是19% 它已经追过老二Moto了 事实上Moto不但被Sensung追过 也被LG追过了 你看LG现在也冲到将近10个百分点了 所以你就可以想而知 韩国这几年在品牌的行销上 是有多么大的成功 至少以Sensung跟LG来讲 这两个基本上是席卷了全世界的手机市场 对 那品牌的业者它相对上 它当然就是老大 它的Margin比较大 那台湾确实有一些供应链 是提供Sensung或者是LG的代工厂 或者是零组件厂 但是相对的我们变成人家的中下游代工业者 或者是人家的供应链 那Sensung跟LG就变成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客户了嘛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一样在电视面板上面 电视面板这两年 Sensung跟LG的Market Share 也追上了日本两大S了 日本两大S品牌 一个是Sony 一个是Shop 那LG其实最近的Market Share 已经追上Sony了 那Sensung也是非常逼近 所以你从这一个 整个产业链的那个上中下游的关系 基本上你可以观察得非常清楚 品牌业者它吃牛肉 那吃完牛肉之后 下面的人如果还有汤水就喝汤水 那金融海啸就没汤没水了 所以很多业者就低价歇一些 没有margin的单 但是对台湾代工业者更悲哀的是 他不接这个没有margin的单还不行 因为不接这个没有margin的单 他的产能利用率可能只有20% 30% 接了单子之后 他至少可以开工 产能利用率maybe是50% 60% 至少无薪价不会放的那么多那么严重 可是那个单子接下去 仍然是没有margin的 那这些margin就会反映在GDP上面嘛 所以也会反映在外销订单 跟出口的数字上面 所以从总体经济的数字来讲 那个中间的差距 我们就远远落后韩国 真的 我们看到这个猪在整个食物链上来讲 都有个狮子王 过去我们大家都希望当那个狮子王 我能在整个原野里面 呼风唤雨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结果现在怎么 台湾不但当不了狮子王 我看搞不好连猎狗都没有办法 吃人家剩下的肉 都不够 我们过去跟南韩是一个竞争关系 很多人觉得南韩过去南韩货 根本就不把它放在眼里 真的很多人觉得过去在这个南韩比较的时候 不管是我们在打穷四倍 或者我们跟任何南韩有竞争关系的时候 都不把它们放在眼里 可是现在呢 你真的仔细看 台湾现在很多的企业 已经沦为帮这些韩国大企业打工的份 我觉得要来谈台湾跟韩国的势力小展 刚刚谈到1998年是一个 黄金交叉 那这个黄金交叉旗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变化呢 过去在谈所谓的一个整个一个东亚经济的一个发展 大家很喜欢提就一个艳型的一个理论 就是艳首 艳中跟艳尾 那那个艳首就是有研发能力的 过去的一个艳首就是日本 那那个艳身呢 就是亚洲四小龙 我们台湾 韩国 还有那个新加坡的香港等等 那艳尾呢 就中国大陆跟东南亚 那它是属于那个劳力密集的 那所以我们知道说 过去其实台湾跟韩国是属于一个竞争的关系的 那是过去的说法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竞争的一个关系了 过去是属于竞争的关系 因为我们在抢什么 我们在抢那个美国跟日本的一个什么 一个订单 因为我们同样在做代工嘛 但是从1998年之后 韩国具有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能力 那它就有研发 有品牌了之后 现在反而是什么 现在反而整个的一个什么 主客意味 现在韩国已经跟日本平起平坐 我们知道说 那个所谓的三星 它现在把目标是要追过什么 是要追过日本的Sony 但是呢 中国大陆最近这几年起来了 它从燕尾到了什么 到做代工了 所以现在反而是什么 我们过去是我们台湾跟韩国呢 在抢日本跟美国的订单 现在反而是什么 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在抢什么 韩国跟日本的订单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整个的一个什么 整个的一个关系 已经变得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那这反映在什么地方呢 最近我们都要谈谈 谈那个所谓的家电下乡 家电下乡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结果后来它发现说 家电反而那个什么 中国大陆它也有海鸥什么等等呢 所以反而呢 中国都在跟它买 那反而我们台湾卖的非常非常少 然后电脑呢 中国它也有在做 然后现在反而就是说 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少 那我最近看到了一个什么 一个数据非常好玩 中国的家电下乡 受益最大的是谁 是韩国 为什么 因为海尔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等等的 那个中国的一些电脑呢 它的上游的零主件 就是跟韩国买的 所以最大受益的是什么 韩国 因为韩国它在卖它的一个 关键性的一个零主件 所以我们可以从来看看 具有研发能力的 反而是什么 受到这个金融风暴的影响 反而比较少 而且它反弹的力道是比较大 好那所以憲哥 最重要在食物链里面呢 最上层是吃最好的肉 这个最好的肉 我吃不下 或我不想吃的 我就一层一层的扒下来 所以呢 最好的肉 汤 血 最好的 威力化 直接 就台湾本来说 我吃不到最好的肉 我还可以吃四等的 如果爱照在韩国下来 你看 过去跟我们的竞争关系的 韩国真的已经跑到我们前面 我们现在只要等了 我们现在只要等着 韩国人给我们订单了 对 那有一个数据 是会说话的 就三星跟LG 刚刚在上个礼拜 公布它第二季的获利 那三星做的是什么 它最主要是三个 一个面板 一个D-Line 一个手机 那台湾其实有达的面板 我们的D-Line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今天台湾的一个面板 这个D-Line 第一季第二季是全部亏死的 那照理来讲 三星应该亏钱 结果三星赚多少 赚2.2亿到2.6兆的 2.2兆到2.6兆的韩环 而且跟去年同期 它去年同期是赚2.3兆 那它今年的第一季 它赚多少 赚4700亿而已 可见它第二季是大幅的成长 LG也一样 LG它第二季 它是获利1.15兆的韩元 它今年的第一季还亏钱 亏1976亿 那去年呢 它是做7070亿 它今年的第二季 跟去年第二季来比 大幅成长64% 你就知道 上游多么赚钱 那台湾为什么会亏钱 就刚刚你点到了 就人家吃剩下的 甚至为了要抢单 因为现在你的单子 一试出来都是大单 所以国内的这些产业链的同行 就是静香的去抢单 静香的去砍价 所以原则上我觉得 过去的铁三角 就日本的品牌 日本的技术 台湾的加工 美国的品牌 现在已经改变了 真的 目前来讲就是 日本跟韩国两个人 它是在定价齐驱 而台湾就是跟大陆 甚至未来 可能要跟 毁力宾跟印尼等等 这些比较 过去我们认为是落后的 国家再去竞争 那这样的话 台湾对整个产业面来讲 如果没有再升级的话 对台湾就很危险 所以政府目前就看到这一点 就是说 我们要发展所谓的生化科技 我们要发展所谓的软实力 不过这个时间 可能要拉得相当的长 我们看在2008年 全世界都受到金融风暴的打击 当然韩国也不能避免 但我们看到韩国的政府 他们的总理 韩申珠 他们就去 等于说号召 他们全球的韩商聚集起来 他们有一千多个韩商 在整个首尔 这个总理就这样 手握着右手握着自己的胸 跟着这些所有的韩商 唱韩国的国歌 唱完之后 他对下面的韩商说 我们如果回顾过去的60年前 我们的韩国的年平均所得 只有60美金 我们有多穷你知道吗 我们比